目前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患上高血糖的人真不少 高血糖呢,属于三高之一,那带来的危害比较大 往往呢,会引起多种并发症 一般呢,是指人们的血糖比较比平常高 那这种情况多建议老年人的生长 那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吃大喝呢,成为人们比较常见的现象 熟悟这样,很多食物呢,都会导致血糖增高 患上高血糖的疾病 那山药降低血糖,生山药呢,含有黏液蛋白 那也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可用于治疗糖尿病 那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 今天呢,我们就以山药为材料,分享几个食疗方 第一是山药汁 生山药150克,上位切片 主汁,贫贫,饮服,补益,皮肾 第一是,适用于糖尿病之间 尿频量多,口科吸饮,腰吸酸润,手足吸热等症 第二呢,是山药一米粥 山药粉60克,一米仁30克 那上两味加水煮粥,随意浮食 一日两次,适用于各类糖尿病 口科善机者有益 第三呢,是山药炖猪仪 山药60克,猪仪一条 那精盐少许 前两味洗净切片 那加水同炖熟 入精盐调味 一日一记,分两到三次服食 健脾补肺 固肾一经,适用于糖尿病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